HELLO 又是我merdiff啦 是不是沒想過這麼快又見到我呢? 那其實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 算不算是大事呢? 是我人生第一次被人偷電話 OH NO! 而且還在外國 那時候我就不太知道應該要怎麼做的 所以這次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英國被人偷電話的過程 還有有什麼要小心 你們之後要留意啦 其實示範就是當日我由BRISTOL去倫敦 我就搭火車過去的 那所以就是在倫敦的PATTERTON站下車 那下車之後我就要轉TUBE 即是地鐵去某一個站 實質的名字我忘記了 因為當日我就拿著一個行李箱 還有背包的 當時還是有點冷 那我也穿了一件外套 當我轉TUBE的時候 那我拿著一個行李箱 就把電話就放了一個外套袋 然後就拿了行李箱上車 那上車的時候呢 我感覺到有一個人跟我很近 即是真的好像那些大陸人排隊似的 黏得很近 毫無為意啦 我純粹想著 他可能很趕著上車 所以逼過來我到 上到車之後呢 我就慣性拿過電話出來看 我就摸過三袋 誰知道發現 咦 沒了的 這樣馬上抄書包 因為那時候呢 其實我就是聽著AirPod的 What 那AirPod那裡也保持著有音樂 所以我就沒有為意啦 然後一邊抄一邊抄 然後發現不見了 都有Apple Watch 我就打算用Apple Watch 這樣快買電話 叮叮它 但是呢 當我想快買電話的時候 音樂就已經開始慢慢 好像那些Disconnect的聲音 那我就知道 心想大鑊了 是不是真的 他拿了我的電話之後呢 越走越遠 開始收不到 然後我就繼續找 很心急地繼續找 然後發現是真的沒有的 重點是呢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在英國大部分的地鐵線 都是沒有上網 我說沒有上網的意思是 是收不到網絡 是打不到電話一個一隻 而且是沒有WiFi的 所以我當時就不知道 怎麼轉好 因為現在習慣了 太伊賴電話 其實我有電腦和iPad戴著的 但是因為 剛才也說過 沒有WiFi 又不能上網 那些 基本上其實有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呢 幸好我臨上車之前 就看了我應該要在哪一個站 下車去轉車 如果不是呢 我應該都很失敗的 那時候 那我就成功是 去到某一個站轉車 那因為那個站 其實就是轉另外一個 Train的火車 火車站大部分 都會有WiFi 所以上了車之後 我就用那裡的WiFi 去聯絡我男朋友 因為其實那時候 就是 我on my way去找他 所以呢 那時候就 怎麼辦 我不知道應該 怎麼好 我是不是真的不見了 還是我真的被人偷了 還是我掉了 那時候我就 一直在想 我覺得比我想像中冷靜的 因為 我想我應該都沒有 才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整個過程 就是這樣 就是一下子 被人拿了 那其實有個朋友 跟我說 在倫敦 他好像有聽過人說 他們不會拿著電話 到處走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過 不過 我再去倫敦的時候 留意到 又真的不是太多人拿著 但是就真的比較少 那有一次呢 我也是經過倫敦 轉車去其他地方 那一次呢 那一次呢 我就有 背一條那些背帶 扣著電話 這樣 因為我有個朋友 知道我 平時都比較大頭蝦 所以在我來之前呢 其實他就送了一條帶給我的 反而呢 那次沒事 我有想過 會不會說 我背著被人搶走 那次又沒有 那次很安全 反而呢 沒有什麼注意的 就這樣放在衣袋 就 被人偷了 哈哈哈哈 很多朋友都有跟我說 你那個衣袋 有沒有拉鍊 或者扣樓 那些的 然後我說有扣樓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不知道的 總之我就沒有遺疑了 就這樣放了 衣袋那裡 它是那些 比較puffy的外套 那些外套呢 其實呢 人家碰你 其實都不太feel到 這個教訓呢 我應該會記一輩子 是我第一次被人偷電話 就是我在香港 我在澳洲都沒有試過 就算我那次在韓國交易 我也沒有試過 如果你們來到英國 就要小心一點 在歐洲呢 就出名多小偷 就是可能意大利啊 或者西班牙一些 著名的遊客區 導遊那些呢 都會提你們 小心銀包啊 錢啊 電話證件啊 我自己就沒有想過 英國都會啦 所以就算你們之後 不是去歐洲旅行 或者一些著名的 小偷 聖地 來到這裡都要小心 記得不要報我後塵啊 大家 在我被人偷了電話之後 其實隔了一段時間 75年後 我才上Apple的網上買的 那我上去看的時候 發現 它是有一個 即是平時在香港 不是就這樣 AppleCare去包你一些 包你一些 但是它這裡 是可以讓你選擇 加上一個 被人偷了電話的保險 所以我那一刻才發現 是不是這裡真的 被人偷電話 是一個很普遍的事呢 普遍到你要 AppleCare的時候 買保險給它呢 那這個是我 叫做新發現 因為我之前沒有見過這件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這件事 還是其實只有我一個 不知道 因為其實 Bristol 就是Apple Store 我那次去拿電話的時候 就跟那邊的售貨員在那裡取消 就說 我被人偷了電話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試過有個朋友 還是不知道他的客人 在倫敦連續 不見了三部或五部電話 我實質的日子不記得了 總之我記得的就是 很短時間內 不見了很多部電話 都是被人偷了的 所以我那次心想 這麼誇張 這麼猖狂 這裡 蛤? 好啦 那這次被人偷電話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希望不會有下次有關 偷電話的東西 如果你們對我 在英國的生活有興趣的話 多多支持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啊 啊